1981年5月23日,上午9点05分,一群武装分子占领西班牙中央银行 警方文讯赶到,由于劫匪火力太猛,里面又有人质,只能暂时放弃强攻 先对整条街道进行管控,等待上级指示 一名女子趁乱进入电话亭,先将信封放号,再拨通巴塞罗那日报的电话 称中央银行被占领,街角的电话亭有一个信封,里面是释放人质的条件 如果不照做的话,每小时处决是命人士,然后以西班牙万岁这五个字 结束了这场通话,记者的第一反应是恶作剧 但对方说话的语气,以及断断续续的枪声,又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他叫上摄影师立刻出发 直觉告诉他,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抢劫,不然为什么要来一句 西班牙万岁,两人赶路的时候,劫匪也没闲着 领途人有条不紊的安排工作,每三名人这一组站在窗户前 其他人不许乱动,只要乖乖配合,都能平安的出去 然后前往地下金库,打开156号柜子,从里面拿出一份文件 与此同时,记者和摄影师到达现场,确定打电话的人没开玩笑 两人直奔电话亭,找到了那封信 记者的预感果然没错,劫匪的目的不是钱 两人把情况告诉现场最高指挥官,抢劫科科长 三个月前的2月23日,特赫罗率领200多名国民警卫队军官 全副武装冲进国会,要恢复军事独裁统治 在当局的妥善处理之下,这场政变仅仅持续了18个小时便宣告破产 以特赫罗为首的四人被判30年监棘 其他参与者中只有30人获罪,大多数都获得特赦 而劫匪的要求就是释放特赫罗四人,并准备两架飞机 一架用来将四人送往阿根廷,另一架劫匪自用 如果72小时内无法满足条件,将处决神秘人质 之后每小时处决五名,若是打算强攻 劫匪会将整栋大陆炸掉,拉所有人质陪葬 从劫匪开出的条件来看,很有可能是参与政变的国民警卫队 科长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叮嘱两人先别对外公布 第一时间去向市长汇报 但这事有点大,市长也做不了主 只能再往上汇报,让总理来做决定 总理当机立断,先办三件事 第一,稳住劫匪,不要把消息透露出去 第二,联系国民警卫队的负责人 第三,通知国王陛下,首当其冲的是记者和摄影师 为防止消息泄露,两人被暂时羁押 科长在对面大陆建立指挥部,准备好一台录音机 拨通银行的电话,劫匪这边也带好相称 领头人是一号,然后二号,三号,一次往下排 但一号很聪明,没透露具体排到了多少号 这关系到行动的具体参与人数 考虑到是一场持久战 一号决定释放50名人质 换取烟草和食物,顺便让救护车在门口待命 一旁的市长有点着急 直接询问一号是不是来自国民警卫队 回应他的是一句限时30分钟 否则就等着给人质说时 事件发生一个多小时后 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银行被占领的消息传到千家万户 但劫匪的要求始终是个谜 之前送信的女子敲了八火 联系国家广播电台 称当局试图隐瞒真相 这不是一次抢劫,而是一次行动 目的在于释放2月23日的英雄 与此同时,一号开始挑选首批被释放的人质 以老弱病残为险,其他人看出选人的标准 要么说自己年龄大,要么说自己有病 都想成为DAP性命儿 一声枪响让他们彻底安静下来 但却让外面的人紧张起来 一号又挑了一个年轻小伙 就在众人疑惑不解释 一枪打在小伙腿上 伴随着一声惨叫 一号要求的物资抵达现场 趁着大家注意力都在银行门口 记者和摄影师溜了出来 找到一个绝佳观看位置 紧紧的盯着银行门口 银行内部,一号帮小伙止住些 寻找志愿者陪他出去 行长自告奋勇 两人一露面,外面顿时安静下来 摄影师趁机拍下珍贵的照片 科长叮嘱手下不准开枪 以免误伤人质 在一号的指挥下 商员率先被送了出来 物资全部堆放在钢筋门的左侧 50名人质鱼贯而出 当一切完成后 带着行长退了回去 没有任何突发情况 这时,广播电台公布劫匪的要求 事态发生变化 激进分子闯入现场示威 在科长的面临下被强行驱逐 记者和摄影师找到科长 指责他破坏自己的独家 他脸上写满了冤枉 消息真不是他透露的 不过耽误独家新闻确实有他的责任 为了表示诚意 他留下联系方式 让两人稍后打过来 他会说明最新情况 让记者独家报道 与此同时 国民警卫队的长官到达现场 听了下电话录音 确定一号是瓦联特上位 2月23日跟着特赫罗发动政变 第二天消失物总 也就是说 里面那帮劫匪 是参与过政变的国民警卫队 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总理那边派安全部长打电话交涉 安全部长跟瓦联特是老书人 直接叫出一号的名字 一号没有否认 也没有承认 只是让政府按照要求去办 不给任何谈判的余地 虽然长官判断一号是瓦联特上位 但安全部长却保留意见 仅凭声音 他无法下定论 现在纠结身份无济于事 要把重点放在目的上 既然要求释放特赫罗 但就找特赫罗谈一谈 本以为特赫罗输的消息 会有兴奋激动之类的情绪 谁知却遭到严重警告 坚决反对任何声称 要确保他获释的一谋诡计 此时的科长来到医院 被释放的人士都集中在这里 有董行的认出劫匪的武器 不是井用墙 而是老旧的二手货 人数大概在二十左右 少数穿着古巴高跟短靴 多数穿着又脏又破的鞋子 一号出的是金色烟草 科长几予以上信息 以及二十年的从业经验 判断劫匪不是右翼分子 也不是国民警卫队 只是一帮普通的小混混 打着特赫罗的皇子拖延时间 防止警方强攻进去 他把这一发现告诉记者 记者本来都相信了 可仔细想想又觉得不对 如果劫匪只是单纯的为了钱 想出一个特赫罗的阴谋 那最终目的应该是带钱跑路 结果现在却挟持几百名人质 躲在银行不肯出来 也没有更进一步的行动 这完全说不通啊 殊不知一号没有干等 早就让同伴开始砸墙了 墙的那边不是混凝土 而是纯石头 虽然在一流之外 但这是唯一的逃跑路线 无论如何都得打通 另一边 科长把自己的判断汇报上去 除了之前提到的几个地方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 如果真是所谓的营救行动 有那么多政府单位可以选择 为什么偏偏要挑银行呢 可这番说辞在上级看来 却别有意图 如果是冲着特赫罗来的 就属于国家安全事件 以科长的级别无权干涉 但如果定性为普通强奸 效果就不一样了 科长可以全权负责 增加业绩 经过慎重考虑 科长的意见不欲采纳 被赶出临时指挥室 银行的电话第三次响起 长官直接告诉一号 开出的条件无法完成 特赫罗拒绝释放 不想与他们有任何牵涉 一号不管那些 让长官自己想办法解决 但心里还是有些不爽 更不爽的还在后面 带进来的钻头全部包废 石头却纹丝不动 逃跑的路算是被堵死了 一号这才意识到被人做去 拿到的设计图是假的 那堵墙根本打不通 现在文件被送出去 可他们却出不去了 只能想办法用手上的人质 做点文章 另一边 各大领导去餐厅吃饭 顺便讨论解决方案 记者躲在旁边图厅 目前分为两派 一派主张和平解决 尽量满足劫匪的要求 一派主张武力镇压 不给劫匪留任何余地 不久后 银行的电话再次响起 这次不是谈判 而是询问行长金库有多少钱 一号不然大怒 被困在这里的二百多人 正在经历人生中最寒暗的时刻 而政府竟然关心的是金库有多少钱 一号把所有钱搬到大厅 本想一把火烧掉 后来想想太冲动 还是抓紧时间寻找出路吧 他主动联系指挥部 把条件改动了一下 不管什么特赫罗了 只要把飞机准备好就行 指挥部采用的是双线兵行 先答应下来 稳住劫匪 然后派人去附近勘察 寻找最佳突袭地点 下水道与金库隔着一堵墙 不过墙里面是岩石 根本穿不透 最佳方案是从楼顶进入 预计会遭到强烈抵抗 伤亡数字可以控制到20以内 与此同时 科长有了新的线索 据一家酒馆老板交代 之前有个深色头发 爱出金色烟草的男人 经常来店里喝酒 老板喜欢叫他鸡毛 身边有个黑发女郎 平常都是喝一两杯酒走 上周突然很嗨 说是会完成史上最伟大的结案 另一边 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 劫匪内部产生分歧 有人心生惬意 打算自首获取潜行 一号召开临时会议 虽然逃跑路线被毒死 但他们手上还有人质 如果真走到开战的地步 政府的损失最大 所以现在还有升级 并不是死路一条 不过到底何惧何从 还是用民主的方式来决定 结果少数人选择自首 多数人选择拼一把 少数服从多数 大家各司其职 继续干活 政府那边也在紧张的商讨方案 总理不太支持强攻 无辜人员伤亡 会让民众对政府失去信息 新任情报局局长给出意见 派出两辆大巴车 让劫匪带部分人质前往机场 劫匪上了飞机 肯定要释放人质 届时再让特种部队出手 将劫匪赶尽杀局 指挥部这边的最高负责人是将军 他明天早上会拿到一份报告 可以确定警卫队是否有参与 如果有 尽量避免交战 不然会让军队形象受损 如果没有的话 就按局长的意思办 与此同时 行长提出一个请求 给家人打电话报告平安 虽然他被困在这里 但最煎熬的是家人 一号能理解 不仅让他打电话 还让所有人质都打 告诉家人不用担心 劫匪没有恶意 只要政府那边肯妥协 大家都能平安的出去 一号这么做 也是想通过人质的家属给政府施养 大家排起长长的队伍 挨个给家里打电话 而这段时间 科长又有了新发现 在美洲银行抢劫案中 劫匪的特点也是古巴高跟短学 除着金色烟草 用数字互相称呼 老板所在的酒吧也有问题 所有权在另一个人手上 那个人为特勤局工作 是一名高级间谍 他隐藏在第一批被释放的人质里 把那份文件带了出去 转交到新任情报局局长手中 第二天一早 将军收到报告 警卫队所有部门 均没有人员和武器丢失 他会先向劫匪施压 如果下午三点还不投降 就执行局长的方案 总理这边点头同意 在将军的安排下 作战人员逼近银行 要求劫匪出来投降 一号用子弹进行回应 这一突发状况让人质情绪失控 万一真的开打 他们肯定是最先死的 就算打不起来 这种挑衅行为也会激怒劫匪 倒霉的还是他们 好在一号不是那种滥杀无辜的人 将军在试探过后 也没有进一步行动 局面暂时稳定下来 一号不想作与代币 通过行长转大新的诉求 准备好装甲车 他们会带上人质一起去机场 如果攻击飞机 他们就拉着人质陪葬 在将军看来 想表达的就三个字 不投降 他把情况告诉总理 让总理来做最后的决定 总理一咬牙 同意进行强攻 并做好引咎辞职的准备 将军这边派人前往楼顶 但没有第一时间击毙劫匪 等劫匪反应过来 赶忙压低身子 去下面通知一号 一号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 让其他人原地待命 他则带着行长走出大门 当着所有人的面点燃香烟 吸了两口又退回银行 这一幕把所有人都搞梦了 不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 在同伴看来 这是狂妄自大的挑衅 会让飞向他们的子弹 来得更快一些 同伴制定了一套新的淘宝方案 隐藏在人质中走出去 其他人都表示支持 他反对的话会加速内讧 只能由着大家去了 趁着同伴去做准备工作 他偷偷藏了一笔钱 并刻下记号 与此同时 科长抓到黑发女郎 得知一号的真实身份 记者前来索要情报 他没透露具体身份 只说是个职业官犯 70年代活跃在法国的佩皮尼昂 记者立刻回去翻去报纸 锁定了一号的身份 与美丽的妻子都是无政府主义者 在佩皮尼昂多次抢劫 还扎了西班牙大使馆 后在逃跑时被捕入狱 1977年10月15日 特赦法通过 成为被释放的一员 出来后不安分 带领一帮人继续从事老本行 在西班牙境内掀起一股抢劫热潮 期间又被抓过一次 但因证据不足被释放 另一边 劫匪在大厅留下两名同伴 仁治奋起反抗 劫匪开枪警告 结果无济于事 突如其来的枪声 让外面的人紧张起来 将军不再犹豫 下令强攻进去 罗顶的特种部队开始行动 负责看守的劫匪与其对峙 另一名劫匪带了个仁治上来 结果被当场暴徒 另外两人吓得不敢动弹 被特种部队当场逮捕 大厅里 其余劫匪换好服装 混入人质当中 顺着人流逃出银行 科长在外面指挥 让所有人质趴在地上 一个都不准走 一号的枪不慎掉落 但这种情况下 哪敢去捡 不是找死吗 有那功夫 还不如捡一副眼镜戴上 伪装的彻底一点 随着所有人质出现 科长开始一个个筛查 将人分成两部 无辜群众去大巴车那边 一号运气好 走向了大巴车 但这仅仅是第一轮 科长没找到一号 前往大巴车上继续排查 只字着重看的是血 一号没能躲过去 摘掉眼镜后 被科长认了出来 科长将人带到指挥部 一号承认释放 特赫罗只是个皇子 目的是争取时间 原计划是凿洞逃跑 结果失散了 墙里面是石头 钻头都用完了也没凿洞 警卫队前来汇报工作 所有人质安全救出 除了一名劫匪被击毙 再无任何人员伤亡 将军对这个结果很满意 总理也如是重负 不用递交辞职信了 为了打消民众的怀疑 将军对外宣布 这只是一场普通的抢劫案 不存在任何政治因素 也没有警卫队或军队参与 关于更多细节 需要审问后才不知道 记者提出一个监委的问题 这场抢劫案真的只是为了前忙 将军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没有对此进行解释 审讯室里 一号向科长透露 别看他是抢劫惯犯 其实只是做任务 拿用金而已 比如这次的目标是一份文件 大概是三月份的时候 间谍找上他 让他去佩皮娘见一个人 那个人是现任情报局局长 局长让他去拿中央银行 156号保险箱里的文件 不过要伪装成抢劫 可以用释放特赫罗来拖延事件 只要政府相信劫匪来自警卫队 就不会让特种部队进行抢供 地下室的墙后面是下水道 他有充足的时间去打通 银行经过墙壁8个亿的限制 就当作是这次任务的酬劳 为什么要找他做呢 因为他以前就是干这个的 年少时喜欢偷拿砸抢 后来被捕入狱 在机缘巧合下成为军人 加入特殊部门黄色试剂 通过抢劫 勒索等不正当手段连财 给情报部门补充经费 偶尔也会有暗杀之类的行动 他的特长得到充足的发挥 可好久不长 因为一些不可抗的因素 部门被迫解散 他除了抢劫什么都不会 为了生存 只能继续干老本行 后来又进过私监狱 在里面认识了间谍 吴政府思想也是间谍惯说的 再后来就是记者查到的那些 遇到美丽的妻子 成家后继续抢劫维持凶技 然后又被抓 又被放 又去抢 直到在局长这栽了跟头 劫匪里面掌握实情的就两人 一个是在炉顶被击毙的那个 一个就是他 其他人都以为是单纯的抢劫 客长很好及时什么文件 竟然能让情报局长亲自出面 部署行动 虽然他拿到的时候看了一眼 但嘴上还是得说不知道 不久后 政府公布案件细节 把局长这个人改成右翼份子 转移文件改成制作混乱 为更大的阴谋做掩护 大概意思是跟二二三事件一样 又是一场未遂政变 想让这件事完美落幕 还需要处理一下 直到内情的一号 局长亲自拒见他 只要他肯配合 可以保家人后半辈子生活无忧 至于他 该判几年判几年 出来又是一条好汉 如果不肯配合 那他和家人都得死 除了默默流泪 乖乖闭嘴 他还能有什么办法 不以为封住他的口就完事了 结果科长和记者也纠正不放 局长亲自找记者谈话 友好的劝他别深挖下去 可他不是那种听劝的人 非得和科长继续调查 而且还找到间谍 问出了文件的内容 那是二二三政变失败后 被藏起来的文件 上面批准了临时政府的成立 为了让两人彻底闭嘴 局长安排了一场汽车爆炸 虽然侥幸逃过一劫 但出于自身安全考虑 两人决定乖乖闭嘴 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不再关心什么国家大事 自此 西班牙内战彻底结束 完成了军权独裁统治 到民主制转型 于1982年加入北约 一号活判32年有期徒刑 犯罪动机完全是因为经济 没有任何政治意图 局长因各种窃听丑闻 于1995年辞职 尽管如此 一号仍没有改口的意思 如今已经无法证明 与他见面并委托他的人 到底是谁 民航攻防战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点赞支持一下 我是灯灯 我们下期见